新车开箱 我要先躲起来 因为这个风比较大 对 现在我来到内蒙古的灰腾西勒大草原 给大家开箱这台来自哈佛的新车 一看就知道是硬货了 是不是 哈佛的猛龙 那这个样子 大家有没有想起哈佛的另外一台车呢 就是大狗是不是 它跟大狗有很大的关系 只不过现在哈佛是分网了 那大狗是属于传统能源网那边的 就跟H6那些车型一起的 而猛龙听名字就知道了 属于这个新能源的龙网 所以大家对这台车有兴趣的话 记住等哈佛这个两个网分好之后 记住要去新能源网那边去买这台车 好 那这台车是属于一个紧凑级的HUV 看样子不像是不是 其实尺寸真的是紧凑级 4米6几的一个长度 这两年大家有没有发现 都有一个大主题 2022年的大主题是MPV 出来很多MPV的新车型 然后2023今年的大主题 就是这种比较硬的 SUV各个品牌都出了很多新能源的SUV 但是呢在这些SUV里面呢 唯独这一台呢 是真的很硬 你可以说它是20万以内最硬的一台新能源SUV 这里的风筝很大 我只能这样子 我们的防风套都已经没用了 我只能这样子拿着麦克风了 大家见谅啊 好 那先说一下猛龙的这个外形的设计 其实也不用说太多了 就是一个非常硬拍SUV的这种设计 大家看前面这一块 是不是有点路苦未失的感觉 这个发动机盖很有型是不是 然后前脸这一块呢 哈佛是给它设计了六个 六个快线的螺丝 这一块隔山可以快速的卸下来 往后呢 应该他们会有一些官方的改建啊 既然有这样的设计 肯定是有这样的考虑的 那其实我觉得这台车也不用说 通过它的外形去太彰显 它的这种硬派的风格 其实这台车它真的是 有那个能力的 首先第一个 它的接近角离去角 都是比较大的 接近角有24度啊 然后它的底盘呢 也是会做的比较高 那空窄的时候呢 是有20厘米的 这个最低的离地间隙 满窄也有17厘米 那所以就像这种烂路的话呢 对于这台车来说 不是问题 轻轻松松啊 然后它的车身高度呢 也是比较高的 它这种复古设计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里面的空间利用率是非常高的 那现在很多的SUV 尤其是早五六年吧 那时候是很流行 做那些Coupe型的SUV的 就后面做一个这种无形的设计 那就牺牲了很多的尾箱空间 那这台车不会 它的尾箱是很好用的 顺便说一下 这是高压油箱 高压油箱加92号汽油 好这个尾门呢 是这样测开的 啊 这种测开尾门呢 就很适合做这种 就硬排SUV 因为有两个原因呢 第一个呢 就是你看它后面可以背一个备胎 如果是那种翻开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装一个那么重的备胎 那这款车有两个选装的option 一个呢就是背备胎 另外有一个呢是可以背小树包的 好测开门的另一个好处 哇风真的大 所以这个东西呢 这个功能就有用了 你看它这里可以这样 lock锁上 这个时候呢 风就不会把它吹关掉了 如果我打开的话 你看这个风就是那么大 所以这台车真的是考虑到越野的 好再说一下这个门的好处啊 就是这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 如果是掀开的话 也是没有这些储物空间的 还有一个小细节 想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门边这里会有两个小小的挂钩 这台车里面其实有很多 这种小挂钩啊 或者小储物格啊 其实就是充分考虑到 大家开车出来自驾游 出来玩的时候 肯定会有很多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要找地方放的 所以不用担心 你只要开这台车的话 你看这里也有挂钩啊 这些完全没有问题的 一坐进来朦胧的车厢里面呢 我就发现了 这台车跟我之前在山亚市 那个二代大狗 不能说很相像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甚至连这个灯都有 你看二代大狗上面 它的其中一个卖点啊 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补光 可以用来当灯用 也能可以趋纹的这个灯啊 然后这小挂钩 你看车里面 到处都有这些小挂钩 储物的空间很大 像这个手枕箱啊 你能想象这手枕箱有多大吗 看一下 一瓶 两瓶 三瓶 四瓶 对这里面就轻轻松松放了四瓶大水 而且这里面 还跟这个后排的空调出风口是连通的 所以你把水放在里面的也可以给它去用你的空调去当一个小冰箱用 那当然它就不可能像那种真的有压缩机的冰箱那么强啊 然后呢它还有一些巧思 比如说这一个地方 这边的杯托是有六级的深度的 就你可以带不同尺寸的杯子也好啊 饮料也好啊 就如果那种特别大的瓶子特别长的你可以把它怼进去 然后门边这个地方也是 它是有那个拉伸绳的 就是你那种特别大的保温瓶 也不能说保温杯了 保温瓶都可以放在那个车门边的位置 所以储物空间这一块是很好用的 而且它也考虑到就跟二代大狗一样吧 其实也考虑到你去越野的时候 可能副驾啊 坐的那个晃来晃去 这里还有一个 这除了储物隔也能当扶手用啊 可是有一个地方是真的跟二代大狗不一样的 就是这里 它会多了一个后锁 后差速锁的按键 这台车是有后差速锁的 那至于这个后差速锁有什么用呢 待会把车开出去再说吧 我想先说一下这个车机啊 长城这个企业虽然他们在北方 而且他们出的车型都是那种五大三出的SUV啊 可是他们那个车机里面的设计还是很细腻的 你看它每一款车 不同的车的这个车机旁边这个快捷菜单是不一样的 像骁龙啊 H6啊 大狗啊 他们这边全都不一样的 可是呢 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 这个小图标还是二代大狗的那个图标 所以这台车我估计它立下的时候 就是当成大狗来做的 只不过现在外形设计会不同了 我估计等这台车真的上市之后 他们升级一个版本 这里就会变成跟这台车前脸一样的一个小图标了 然后里面的功能除了满足我们对于这种 智能车机的需求之外啊 它还会有这个越野模式 但基本上你看像七啊 海拔啊 车身的抚养角度啊 然后胎啊 包括这个啊 方向的角度啊 这些全都有了 而且还会也有这个征服者视角 其实就360了 但这个名字是起的真的好 玩越野的朋友都喜欢征服是吧 所以这个叫征服者视角 猛龙的轴距是2738 在紧促节CV里面不算特别长 不过因为这台车它的车身挺直啊 所以这个空间利用率就很高了 你看前面按照我一美八八的身高做调好了 现在后面足足两全的西部空间啊 是非常棒的 而且因为它的车的底盘也足够高 所以呢就长城不用说啊 因为下面要放个电池 就把车里面的这个地台给抬高 它车里面地台是一个正常高度 你看我的脚是可以完全伸到主架的下面 然后大腿这边呢 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承托了 完全可以放在这个坐垫上面 然后这个整一个后排的坐垫啊 包括这个靠背也好 它的角度长度都是很贴身的 所以这个坐的上面是很舒服 而且它的材料 就里面的填充材料的软硬度非常适中 所以这个后排 你真的长时间在这里做 也不会觉得累的啊 对还有就是它的储物空间了 对后排你看门边 也是有很多的储物隔很大的储物隔的 然后后排靠背也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去调 所以这台车是真的适合一家人开出去玩的 这个后排空间 好了我已经到刚才我想上的那个山坡上面了啊 老实说刚才那段路 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开车过来的话 我是不敢走的 倒不是车的问题 是那种路那些坑都是积水 我都根本不知道这水有多深 而且我平常不是玩这种越野的人啊 所以我没什么经验 可是跟着人就可以走了 反正前面的车能走我就能走 所以我觉得买这样一台猛龙这种车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如果你身边认识那些玩越野的老炮 那他们去玩的时候 你就大可以跟着他们去 平常绝大部分别人玩穿越啊 玩轻度越野那种路况 这台猛龙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因为刚才我们过来那段路有深坑 然后有炮弹坑 因为昨天下了一场大雨有积水 有很多泥鳞 但是我这个后差就根本不用锁上 就开个四驱模式 一路这样子很傻瓜的就可以进来了 那当然过程当中能感觉到这个四驱 它是有在锁子的 但那个锁子不是靠这个后差 是纯粹靠ESP 它自己会这样锁一下就过了 就很轻松很简单 好 然后因为今天拍摄的条件 这边的路都很窄的 所以就我在这边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台猛龙在公路上的表现 就大家如果看到那些镜头 就突然有一个公路的镜头 就不要介意啊 因为没有办法了 今天的路况是这样了 刚才在公路上面开这台车 老实说它的表现比我想的重要好 因为以前像这种高头大马的SUV 尤其是走这种硬派越野路线的 它的悬挂一般都是比较软的 因为要考虑到这种越野路况的话 你太硬的悬挂反而是不好的 但这台车呢 它是有一个比较适合公路的一套悬挂的设定 所以刚才在公路上面跑的时候 其实还挺灵活的 就它不会出现很多这种大SUV的 比如说一刹车就点头点三下 或者说一切线就晃晃晃 那种晃到自己头晕 它不会的 它还挺好开 而且这套动力系统啊 就前面70千瓦 后面150千瓦 加起来220千瓦的这个电动四驱 它的加速其实还是蛮快的 就虽然达不到现在很多新市里车型那种动不动 就4秒5秒的百公里加速 但是平常在路上开 我感觉它应该是6秒左右的百公里加速吧 可能6秒多吧 就反正在路上开的时候 觉得这个动力完全够用的了 另外猛龙在舒适性方面 其实也是做的蛮不错的 那纯第一个静音 前面三块玻璃 前锋挡还有两个前窗 都是双层的夹胶的玻璃 所以就是马路上的声音基本上被隔绝了 发动机的声音呢 它倒不是做的那种完全听不到 其实就大部分时间 我能听到这个发动机在启动 但是也有听不到的时候 一旦跑起来 这个路罩风罩把它盖住之后 就察觉不到了 但是这种发动机声音呢 它不会滋扰到我 然后震动方面呢 也是做的不错的 这个底盘真的 刚才在草原外面有一段碎石路 很明显的 那些大巴就压着20公里左右在走 因为那个碎石路实在是太颠了 如果大巴跑快了的话 到里面的人受不了的 然后呢 很多MVV轿车啊 就大概40公里的时速在走 我刚才呢 就是六七十的速度去超过他们的 完全是就车里面不会觉得特别难受 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 这个轮胎在很高频的在震动 但是传到车里面呢 大部分被过滤掉了 整个车身的还是比较稳的 平稳的通过的 所以这台车就MVH啊 噪音啊 震动啊 这些方面我觉得都做的挺不错的 然后我还是想回头说一下 它的这些越野的功能啊 就除了这个四驱啊 除了这个各种啊 像沙滴啊 泥滴啊 雪滴啊 就各种四驱的模式之外呢 它还有一点很好的就是这个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了 只要你的车速是慢下来 或者说经过一些有障碍的路段 它就会自动切换出来 这个征服者的视角 就是一个一个透明底盘的540的 这样一个鸟看图吧 这个其实真的很有帮助的 像前面这种路 坡都很大嘛 所以经常就是我一上了个坡 根本不知道前面能不能走 你看像前面那台车就是了 就它现在有人指挥 但是即使没有人指挥 其实凭着这个东西 这个图像就可以看到 前面这个坡下面那里有路的 能不能过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方便 这台车非常适合新手去越野 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 就以前玩木马人的 玩北京吉普的 这是一个老手的话 那大可不必 因为所有东西 你就靠自己可以完成了 不过我觉得对于 绝大部分的新手来说 或者说绝大部分 平常这台车 我就在市区里面通勤用的 或者一家人平常出有用的 偶尔像现在暑假 或者往后国庆黄新洲 出来玩一下的时候 还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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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